非常的困难 因为现在很多工厂都没什么订单 基本上已经处于饱活的状态 很多工厂都已经不需要招人了 就算是招也是招女孩子 像我这种年龄超过30岁以上的也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决定明天或者后天我去都管找个房子 今天是在上海失业的第二天 这是话现在这个上海的工作真的实在是太少了 每行每行每业工作都特别少 供不用求 在上海挂闭房里已经躺了两天了 天天也无所事事 工作也没有找不到什么活 真的这个领保活保安的工作 基本上没有了那种一天一节的保安工作 但这个一天一节的这个保安的工作 干习惯了 长期的为什么不想干呢 因为做长期的吧 工资是按月节的 前期还压压20天工资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开出一个月的工资 本来现在就没什么钱 再说保安基本上都是那种管住不管吃的 前期吃饭都在自己花钱 所以说这种长期的没钱是根本干不了的 可以说现在是狼夺肉少 就是工作特别少 找工作的人特别多 不管是工厂还是说其他的行业各行各业 活都特别少 因为过去这三年 很多人身上都没什么钱 没赚到什么钱 所以说这一开放了之后 都来到上海的国际性大都市 来找工作赚钱来的 人特别多来的 我估计今年外地人来的比往年都特别特别多 导致现在这个工价比较低 越来越低了上海这个工价 过年那段时间我没回家 那是一年二十七号 那家门一直干到 过二年 干到初八 然后休息了一天 然后又继续做了十五天的工作 都是日节的 日节保安工作 现在有很多的外地人 就来到上海找工作 找不到 真的 找不到之后 然后在这个酒店呢 住宿啊 吃饭呢 都花不好钱 身上钱花的差不多了 然后只能买票回家了 因为现在这上海 确实是不好混了 这边 那是人满为患吧 人太多了 而且你们初初来上海的 而且你们初初来上海的 不了解这个上海 特别容易被这个中介骗 真的 中介就骗你什么 有体检费啊 有这个费那费啊 这有一些都是不需要交的 他就去 中介就是骗你 不知道上海这个行情 不了解上海 中介就是赚了钱的 明白 不行我就想想我的后路 想想我的前程 希望我早点找个工作吧 天天呆的消费也大 天天住的房费 一天就30块钱 加上吃饭 抽烟喝水 一天也得小留100块 再吃点零食啥的